这男人堪称行走的活字典 他能记住所有汉字在第几页第几行 工作人员不相信 拿出放大后的字典靠他 男人不光说出了在第几页第几行 甚至连左边数第几个字都说对了 工作人员提升难度 让他写出第294行倒数第四个字 没想到男人只是想了一会儿就写了出来 我敢说能大出这个字的评论群不超过十个人 最后让男人默写出429页所有汉字 揭晓答案的那一刻工作人员都震惊了 竟然全都答对了 原来男人为了记下所有的汉字 已经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 而且他的字典五颜六色和正常字典完全不同 上面的记号全都是他为了方便记忆所画的图案 为了验证男人到底有多厉害 节目组又做了一项测试 请来了四位高材婶 和男人一起记屏幕上的汉字 在五分钟内看谁记得最多 最终男人记住了十个荣获第一名 专家说每个人对汉字的记忆力是完全不同的 但像男人这种天赋的实属少见 他希望男人可以去学校当老师教汉语 男人说可以尝试看看 但光辉鞋肯定是不够用的 自己还必须要了解每个字代表的含义